他们说的 我们聊的 都是你们最想玩的 刚知道的 才公布的 全是本周最热门的 欢迎收听 鸡肉网新闻节目 家丢news 大家好 欢迎收听 新一期的 家丢游戏新闻节目 我是娜迪亚 我是日天 大家好 我是龙娃 新一周新的新闻 又来了一周的新闻节目 今天录制的是 清明假期的前一天 明天马上就要放假了 心情非常激动 现在 办公室没人了 今天已经 然后反正还是先说一下新闻 先说说新闻 然后待会 可以大家讨论一下 自己的清明假期 虽然只有三天 但打算干些什么 玩什么游戏 看些什么电影 或者出去玩等等 到底要干些什么 会比较好 那么这周 我这边记录新闻 是这些 我一个人说一说 首先是 在上个周末 世家公开了 迷你MD 游戏机 宣布将于9月19日发售 然后里边会搭载40款游戏 然后昨天 他也公开了一个 第一批前10款游戏的全程片 像是有什么索尼克2 然后扑游扑游 然后火枪英雄 然后漫画地带 什么的这种 反正就是在那个时候 人气比较高 比较受欢迎的游戏 到时候应该都会加入到 迷你MD当中 游戏阵容选的还可以 选的不错 现在各个厂家都快出 迷你机型 就把以前的游戏机再做一遍 然后收录那么几个游戏 你说五年之内会不会出什么 迷你PS3 迷你360 那是不是还有点早 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还有点早 然后继续是A牌 A牌之前不是有这么一个新闻 说嘉飞 高尔菲尔的已经离开了威慑 然后威慑最近官方又公开了 这么一个消息 说他们现在也在反思 A牌游戏面临的问题 等等这种 所以说在就通过这篇公告 来看很有可能 威慑会把A牌推到重做 对 再重新的给它设计一下 然后重新设计它的玩法 重新设计等等 一些系统机制等等 但是现在还没有公开太多的消息 这卡牌游戏真是不好做 确实是不好做 再一次证明了 这是实体卡牌美界 和电脑卡牌美界是两个东西 有壁垒 这卡牌游戏比着崩还行 大众在说 昆仑牌没时间了 这不是人家给你时间吗 时间又来了 机会又来了 反正期待一下 希望威慑能够把A牌之后 再做的好一些 继续是一个斯布拉洞2的新闻 是新的祭典 龟兔赛跑 正式公开 兔子和乌龟 你会选谁 然后同时 祭典活动公开的时候 也是新的季节活动 春季假日 Spring Fest 就是春节 然后又会送新的装备 什么的这种东西 然后祭典活动时间 日幅是4月19号 每幅是4月20号 还有一段时间 然后大家 现在应该可以去领了一个送的装备了 大家可以注意的观察一下 继续 刚才说完迷你MD 应该接受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是新樱花大战正式公开 对 也是在这个世家的直播活动上公开的 然后放了一支新的片子 然后片子 我就不多说些什么了 这个网上的评论已经 还没看完评论的 是吗 都很高兴 脸上挂着笑容 欢天喜地 对都很高兴 还是可能很怀念那种 纯2D手绘式的 那时候的画风 而且这个 九把战人 你用点心 长点心 九把战人 那歌是新的吗 歌不是 还 不算新的 对 他不算是完全新的 对 就有些地方不一样 是 因为他游戏本来 有一种很昭和的风格 大正 对 大正年间 但是他很昭和 但是九把战人 他的这个 人设 他比较要 需要一些特点来表 就是他自己那个死神 他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人设 其实很好的一个作品 但是他需要一些 就是更夸张的造型 然后更出位的性格 然后来让大家区分开 他那么多 这么那么多角色 对 个性的特点 但是这个 因为他让我觉得 那个相对角色 速度比较内敛一点 但是他也有一些 这个造型上的设计 但是其实以前那些女孩 大家都能 怎么说 特别有印象 就是谁谁的性格 还是比较鲜明的 就是更 注重内在的表现一点 所以说 他的人设 可能 反正我个人不太喜欢 我看完了之后 觉得说跟以前的比 感觉差点意思 对 而且很多人看片之后 大家觉得 这个西纪化大战的女主 长得有点像 这个伴爱 对 真是 戴了一个粉色的头戴 你这么说 我觉得主要是来自于 这个就是3D建模 往上贴2D的图 导致的那个表情生硬 是 大家觉得像V2 我真震惊 开头某 对 我跟你说 现在V2 3D化第一题队的技术 比这好多了 好吗 你连V2都不如 你说你这个是 是不是有钱问题 对 然后这一座的故事 也是发生在 樱花大战512年之后 对 地点是在帝都东京 然后还是有 男主角率领 新的帝国华集团 去整个世界的故事 但具体游戏内容 就玩的部分 还没说 还没说 对 然后游戏是冬天 冬季登陆PS平台 还挺快 今天就能玩上了 可以 之后肯定官方也会 再放一些其他的介绍 可以关注一下 能玩能游也是好的 大家都没想到说 这个游戏 它这个类型在这摆着 大家不会觉得说 这个年代还会再重新做 这么正统的续作 能游还是好事 挺好 然后继续是 鬼祭舞的血工模式 已经正式解锁了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已经去玩了 并没有 都在玩只狼 但是我有些朋友 确实那天解锁之后 然后大家就开始打 对 就在打鬼 那是导演在玩 对 然后反正大家可以 如果你已经通关了 血工模式的话 你进游戏 然后就解锁了 然后你可以去 尝试体验一下 看看自己能打多少层 继续是赛博朋克九宝的制作组 前两天发了这么一个 算是一个声明 公告也好 解释了一下他们目前的现在处境 制作组处境非常的不好 因为并不像之前先所说 说制作组成员都移民到日本 前大部分成员还是在美能力拉破地 日本不是移民国家 哪里都移民日本 对 然后委内瑞拉 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个 这个是很动荡 是 对 这个民不聊生 现在这个地方 对 所以制作组成员现在也很痛苦 然后包括他们经常会面临这种 无计划的停电 所以对于他们这个游戏开发 有非常大的影响 是的 对 挺惨的 是 反正是比较惨 盛世出游戏 你这可以 你这可以 对 行 对 反正是希望他们能够怎么说呢 只能是希望他们能够克服困难吧 你这也挺没人性的 我也觉得对 我说完之后觉得挺没人性的 不光他们做游戏吧 希望他们这种就是国家这种动乱 不光是这个游戏做不了 其实很多事情 这个就是文化产业啊 包括人民生活都受到影响 是的 希望世界和平吧 是吧 咱们说大点 希望他们这个国家赶紧情况好转 大家就都能好起来了 对 然后下一个新闻继续 是这个史密章换黑色行动4 公开了这个黑色冲突模式的新地图 叫做这个恶魔岛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在以前的史密章换系列也出现过 其实就是这个现实中的这个海岛监狱 包括这个尼娃斯凯奇 主演电影 和这个香康奈利主演这个电影 勇闯夺命岛 其实这个地点也是这里 那是我看的第一个美国大片 当时看到两个勇闯多名岛和真实的行业 那太爽了 都不错了 对 然后这个地图呢 现在应该是已经上线了这个PSN 这个PS平台是首发的 然后之后也会登陆 超尔网和PC平台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这是一个吃鸡模式的图 大家可以看看 到底做怎么样 继续呢 是多拉萌大雄的牧场物语 宣布将于6月13日正式发售 没有太多可以说的 游戏会推出中文版 但是现在还没说同步同步这个事情 对 看着非常不错 其实就是这个原本的这个牧场物语 然后加入了多拉萌的一些要素 比如用一些秘密道具什么的这种 但具体玩法还是种田 然后养这些牲口 然后结婚什么之类的 结婚 大雄怎么结婚 能结婚 说了 这回不知道能结婚 但是之前的牧场物语都是可以结婚的 确认恋爱关系和你的某一位伙伴 大家都很期待这个事情 因为这俩东西看起来就很相性很合 是 都是很佛系的那种 但其实早年前的多拉萌的 尤其是剧场版 它有很多其实不是那么 上心的 就是它不是那么儿童化的这种内容 对 它的讨论的一些主题 包括一些设定 其实又很成人化 对 就是孩子看完可能会被吓哭的那种 对 反正还挺有意思 这个作品我觉得 那个腾子F2熊 它就不是一个 就是 所以说所有做儿童内容的人 都不是很儿童 都有一个黑暗的另一面 正元节 就偷偷的往里加一些你细思极恐的那些东西 挺好 这游戏是6月13日发售 继继续是Sky光雨 也就是陈鲜汉的新作品 现在已经在国服的苹果App Store里边开启了预约 然后游戏是6月21号正式上线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继续就快速说 继续是人类一败徒弟 现在已经正式支持了创意工坊 然后这些玩家自制图什么的 也都可以联机了 然后包括官方也说 4月16号会免费更新一个黑暗关卡 它叫Dark Level 其实就是黑天 然后一些在什么城堡里边 然后坐矿车什么的 这种关卡 然后包括还有黑暗系列皮肤 是这样一个事情 继续就是侮辱之地3 正式宣布将于9月13日发售 登陆PC PS和XRAN平台 然后别的也没有太多可以说的 然后5月2号官方说会有一个直播活动 在直播活动上会展示游戏的试玩演示 当然大家可以看看游戏 比如说新的画面怎么样 然后侮辱之地3更有意思的是 它这回自带中文配音 就搞得我很好奇 中文配音会是什么样 因为本来游戏里边的这些角色 说话什么的就比较狂野 经常会说一些很奇怪怪的话 所以我比较好奇 他发现他用中文来说的话 会是一个什么效果 然后此外 无主之地年度版 现在已经正 大家听节目时候已经正式上线了 其实就是一代的复刻版 然后大家可以去 如果你没体验过一代 可以去购买一下 然后他也包含了这些DLC内容 什么的 就是一个很齐全的版本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好吧 继续是符文工厂4豪华版 中文宣布同步发售 繁体中文版 7月25号发售 没有太多可以说的 对 然后今天 我们录制节目4月4号 今天 然后今天官方会有一个直播活动 说一些关于符文工厂4豪华版内容 包括符文工厂5的一些消息 对 是这样 然后我这边的新闻暂时是这些 然后大家可以来补充一下其他新闻 行 然后我先说一个 是这个勇者斗龙的3D电影 勇者斗龙你的故事 对 Your story 这个是 算是公开了吧 公开预告片 然后这里边的好多人的3D 其实和他那鸟山鸣的原设计 包括那只史莱姆什么的 感觉都不太一样 稍微做了一些变动 然后这个其实也没啥说的 就是 是以这个勇者斗龙5 天空的新娘 这个 就92年发售游戏 为这个原案设计吧 对 就是剧本啊 什么的 然后大概配音演员呢 有左藤剑 像友村驾醇 还有什么板口剑太郎 山寺红衣 古田新泰 就好多演员和配音演员 就都参与其中 对 演出阵容还是挺豪华的 然后这个电影呢 反正就是这样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个史莱姆平常不咧嘴的时候 长什么样 还有这种造型 不咧嘴 对 因为史莱姆是一个 大嘴傻笑的 一个特憨的形象 然后这里边 他那个史莱姆 有相对丰富的表情 然后他嘴不脸的时候 可以收起来看着 反正我看着很奇怪 然后再说一个魔情新鲜 最近那个 《勇者漏龙》不是有一个 那个广告电视剧吗 你看了吗 没有 本田义演的 就是一个迪克尔石 就是两个剧情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废柴的男主 然后呢 在这个游戏里是一个 就是女孩的形象 然后他在里边呢 跟一个就是一个 男性的武士角色 关系出的特别好 然后那人说 我最近说这个 就是要搬家没地住 我说那你上我家来住 我家正好有一大房子 然后结果一见到 我家房子还蛮大的 对 那个大武士是本田义 然后就跟他家住 完了后来就发展出来 一系列的事情 就是这个整个 我觉得像是 《迪克尔石》的 一个广告电视剧 还是一个很短 就是一集 只有20分钟 那种小短的剧 你的意思 虚假宣传吗 我怎么知道这种事 本田义是谁 完了我感觉又好 这好又给你解释 当时那个 狗才要咬死你 Leo5做那个搁浅的 现在项目搁浅 那个网游的时候 当时他们做那个宣传片 也是大概情节吧 就是俩人最开始玩网游 然后最后 谈的一块就了 就是有那么短 就是当时看了 其实觉得特尬 我靠 那是2000年初的 初的东西 对 然后那我下一个 说一个模型新闻 是这个Mega House的 这个GEM系列的旁支 就GEMEX系列 将出这个一部朋友 或者一部伙伴 这个模型 一部和他的朋友们 对 是4月4号 已经正式开定了 售价是11000日元 不含税 都瑞典人 预计将于2019年 8月下旬发售 然后他这个 这个模型呢 有一个草地形 这个底座 然后上边一共有一部的 9种形态 包括那个小一部的形态 各种进化型 怎么说呢 没啥说的 感觉做的还不错 对 是挺不错的 然后他那个 先一部没有占C位 所以我觉得 这没有什么买地 那肯定是小 小一部占C位 是 他算中间 然后叠趴的是 雷精灵 对 然后这个模型 当时我还跟朋友 就一直在说这个价格 现在他没说这个多大 或者说多高 然后我当时 顾问着 这么一堆小玩意儿 结到一块 说卖8000 8000多日元 差不多了吧 就11000 对 当然也不排除 他这个可能比我想中 要大一些 因为我想这个 每一个宝可梦 尤其是一部这种 我老能联想到之前出的 那个扭蛋钥匙链系列 也没多大 也就是三四厘米 那么长一个 但这应该是比那大 所以不太好 不太好估计 官方也没说 然后这个GMEX系列 其实是之前 推出过一款 包括梦 是那个超梦和梦幻 那个对打的 那个 那么一个形象 但那个做不太好的 是超梦的那个右腿 有一条 很明显的 这个零件的分割线 然后这一部这还行 每一个都是挺 就是每一个都是个整体吧 喜欢包括梦的朋友 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这就这些 刚才说DQ10 突然想到国服关注 对 马上要关闭 这还挺可惜的 还预赢了两三年 好像是 两年多了 而且听说刚刚更新了新的内容 然后突然间就宣布要关服了 因为我就是参加过几次 他们的这个活动 什么的 感觉在中国 就挺让我意外的是 颇有一批这个就是 DQ的铁杆粉丝 而且在玩国服的DQ10 感觉还挺可惜的 就是没有办法 让我再继续蹭吃蹭喝了 之前他们哪次弄的活动 我还都去 然后经常就是待遇都不错 去他们那个后柜的SE餐厅去吃 上面的原床是那个活动 对 感谢盛大的招待 但是可惜以后没有这种 这种机会 你行吧 行 我这有些新闻 首先是这个 威尔福威慑 亮了一张图 然后说自己要出 新一代的VR头显设备 说是五月份会有更新的消息 这个大家可以惦记一下 然后是这个 纪元1800 宣布登陆 APP平台 然后4月16日之前 玩家仍然可以预购 然后在那之后 就会从地面上撤下 现在玉璧 不也是跟Epic 达成了这种合作 对 唱戏都让我说着了吧 然后分动军团重装 或者叫重装 怎么用的哪个名 然后就是重装 因为它英文是reloaded 还是reload 主机版正式解锁 做的很不错 郭庆大哥STG 大家可以看到 郭庆大哥对这类游戏 很适合买论 NS版 对 非常棒 然后别的还有什么 是这个 预避现在这个 预避来信 就是提到彩虹6号围攻的 这个 这个游人节 游人节活动 这个 就是 新的 这个太远有新的造型 玩这个 彩虹 童话风格 大家请回去自行体验一下 这个说不太明白 另外 这个 阿兵也说了 荣游战魂也有一个 有那个风兔的 对 非常有趣的一个模式 玉碧好像喜欢在 他的各种游戏里边 加风兔的彩蛋 就连 Steve里都有风兔的彩蛋 特别希望风兔 这个 就是 元祖的那个 太队游戏的那个风兔 能回来 风兔不出 但狂蹭 对 狂蹭 一顿蹭 还挺 挺逗的 然后是这个 罗梅罗 宣布跟 Paradoc 合作 开发新的游戏 这个 罗梅罗 就是和卡马克 并称的 FPS之父 当年 然后是吧 然后他出了一款 非常牛逼的游戏 就是 大刀 然后之后就 没啥 像鬼的头上 对 然后 他这次回来 和皮射 有个深度合作 也不太清楚 要怎么着 刚才有一个 新闻没说是 福音工厂4 有 豪华版的 翻替中文版 会同步发售 说了刚才 对 对不起 我还失忆了 提醒一下 再重新说一下 这次这座 大家很玩 别的 我想想 还漏什么 我这边倒是 还有 补充一两条新闻 我在 可以 然后首先是 任天堂 网络会员 4月份追加的 免费FC游戏 有三款游戏 分别是什么 第一款是 超级马力欧兄弟2 然后第二款 是我以前 非常喜欢玩的 一个飞行射击游戏 叫做 英文叫Star Soldier 中文大部分 好像叫星际战士 是科罗美出的 这个游戏 特别好玩 我当时觉得 音乐也很好听 星际战士 Star Soldier 你 星陈斗士 我给你看这图 你就知道了 你们怎么都玩 这特别好玩 这个游戏 如果大家听了明白 没反过来 是什么游戏 可以看着时间周 这个图 你看到之后 就能想起来 然后第三个游戏 是Punch Out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小Mac 还有PlayStation 更新了 它商链的退款 新的政策 14天内 购买并且没下载的游戏 可以退款 对玩家比较不错的 一个新的政策修改 蒋公上次买错的DLC 是不是也可以退款 不知道它下没下 它没下 对 然后Warframe Prime Vault更新了 然后更了新的甲 新的甲的Prime版本 这个甲我们一般 名字实在是太难念了 而且非常难做 这个甲就是我们称为 这个阴阳甲的Prime版本 这个甲因为 Warframe的甲不有性别吗 是 但是阴阳甲是双性别的 然后在游戏中 可以因为阴阳切换 就可以切换到性别 然后它的 无论是阴阳甲的 就是两种形态的技能 都在游戏中 跑特定图有特殊的用 然后这个Prime就算是 正式推出 然后在一段时间内 会可以刷到 好 就是这么个事 今天回家刷一下 刷一下 和好杂他妈的 对 杂他妈的 行 然后我再说两个 这个电影新闻 请 首先一个是这个小丑 放出了这个预告片 我这预告相当好看 我觉得 是吗 你看了吗 龙马 看了 我觉得非常不错 我们要明白 他想讲一个 小丑的起源故事 看样子是 但其实我挺担忧的 我不知道龙马 对 我也挺害怕的 是吧 因为他过于贴这个人文 他其实就不像个超级英雄 或者像讲超级反派这种电影 他还是那个宇宙里的吗 应该是个独立的 但没说 而且他要不是 他建筑物上写的歌坛 我都觉得他这可能就讲 是一个纯小丑的故事 是啊 他不是一个已经推出 很有人气的漫画的改变 对 他特别不漫画 不是 我就说 我看你们没讨论 我还以为是什么某个特别牛逼的漫画 名片改正 不敢讨论什么 其实不是 是没的讨论 陈元创 然后现在他算是先导预告 也没有展现太多情节方面的信息 就知道大概是 他一直生活不如意 然后又有人欺负他 最后可能黑化了 是这么个套路 还挺 有别的 他有几个像什么地铁 那几段有点让我想起前日子在美国 尤其是好多人扮成小丑 在远处盯着你 就那件事感觉跟那差不多 可以 然后这个电影是10月4号在北美上映 然后别的还有大人探皮卡丘 宣布将于5月10日同步在国内上映 这个还挺好的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电视团看一看 然后复联4也放了新的预告 这个没有太多可以说的 下本 那个卖票的预告 卖票的预告 对 他就是现在可以预订票的广告 然后前面加了一分钟的内容 对 以前闹掰的 现在和好统一战线 然后好像又去另外一个地儿找出复仇 对 因为可能被作废 这些镜头 剪掉的片段聘成了预告 对 我倒不反感这个所谓的就是预告欺诈 因为有的 因为有些电影 让我们觉得就是看完预告就不想看了 给我们打下了这样的印象 就是因为很多电影看完之后发现 好东西都在预告里 然后你去看本片的话 就是就充实一些没有什么别的意思的东西 就还差一点 预告这个东西 首先你要让戏大家看 然后你还得保留足够的好的内容给正片 所以这还挺难的 是吧 你单独制作一个预告 莫如直接拍了 也未尝不可 反正我个人不排斥这个事情 行 然后新闻大概就是这些了 再不最后一个小的 请 是黎明杀鸡 加了一个新的DLC角色 这次加的不是鬼 是一个生存者 是那个Ash 是鬼玩人算是那个系列 那里边那个角色 但他这个鬼玩人 不是以前那个 那个 Evil Dead 那个电影的第二部 他其实是后来那个电视剧版本里边的 也已经这个扮演的人布鲁斯坎贝尔 已经是一个算是小老头吧 那个形象的 是这个形象 对 那个形象的鬼玩人的主角 还是 还提醒那什么的 说几片子还推荐大家看一下 那个陶雷塔特夫 官方的那个 是是是 真人短片叫Red Red 实在是牛逼 实在是拍的真的好 感觉俄罗斯人 拍这个 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 尤其是听他这个 俄语的 很奇妙的美感 对 语音 然后他这个特别 高水准的这个 轻战镜头 特别牛逼 然后 看完有点想买了 当然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陶雷塔特夫 很久很久之前 我关注过 就是他们还完全没卖 然后 以这个Devlog的视频 去吸引投资 做这个众筹的时候 看过 这个游戏真的过于硬核 而且头特别铁 当时做这个游戏的时候 他们头特别铁 包括什么 他要做基于真人动捕的 各式各样的 这个翻找箱子 这个游戏本身是一个 生存 有一定大托杀要素的 生存 硬核生存射击 当时他要做 非常详细的枪械模型 然后要做一些 非常复杂的RPG系统 我现在还记得 就是说 当时他们在Devlog里说 他们认为 他们的游戏应该有 这样的系统 就是 比如说 他那个弹夹 是游戏里的一个元素 然后如果你是 你这个人物 并不是一个老兵 没有经验 没有那么丰富的话 你在战斗中 紧急换弹 就会把弹夹丢掉 丢在地上 然后但是如果你 比如说 同一把枪用的越来越熟悉 你就会用战术混弹的动作 你化完之后 弹夹在你 这样出来的 有这样的设计 同时你又可以 做快速混弹 因为比如说 接火比较紧急 就这些的设计 还有之前 我记得微博上 很多人也说过 这个游戏的 在混弹的时候 弹夹有没有打空 是不是弹夹空了之后 枪弹里 有没有留一发子弹 而留了一发子弹 如果你留在那里 把枪弦拆掉 你还真的能把子弹 取出来 就很多这样的细节 做的非常硬 但是因为太硬 我印象中 这个游戏刚出的时候 评价并不是很高 因为它有些 过度硬核的地方 可能缺乏游戏性 然后好像好几年了 但是明显能感觉 几年内 他们一直在改 然后硬核的本色没有变 但是可能 接战节奏 然后搜刮 机制 然后给那些 轻度玩家玩法 因为这个游戏 我印象中有一段时间 因为它这个枪械死亡 就会被没人掠夺 很多人就是 这些游戏 就半个宋主兵 问题的那种 就是好枪改好了 不敢拿手用什么的 然后这个游戏 一直在 一点一点的调整 然后一点的做 现在明显能感觉到 无论是Twitter上直播 还是国内 已经有一批很好的 社区都在玩这个游戏 所以挺不错的 其实打算 最近打算买一下 因为这个游戏 还没有正式上线 这个游戏 可能你就要去官网上 属于预购 然后获得一个测试资格 才可以玩 好 非常棒 这个游戏 然后我这边 刚才有场外来信 然后再说一些 关于GQ的新闻 GQ现在上了一批新的东西 然后大概都有什么 首先有Hot Toys的 复联4的系列玩具 对 大家可以看时间轴 这个图长什么样 然后一共14款 主要是各个角色的玩具 然后第二个 还有5R Toys的一款盖塔机器人 变形玩具模型 还有新日记福音战士 EVA的一套露营装备 之前咱们在微博上发过 什么帐篷 杯子 折叠椅子 什么的这种 去配音的是粉丝第一 没有他做不了的东西 是 对 然后刚才Hot Toys 还有1比6的钢铁侠和灭霸的模型 也是 对 然后最后还有3A的激动奥特曼1比6 可动版具 大概是这些 不过提醒一下 Cosbaby系列 就Hot Toys的小人 4月8号就结单了 所以 听节目的时候应该还有一天 还有一天 对 大家想要的可以抓紧 可以 对 好 那么 这就有点平淡 比较平淡 但还是有些 其实没提到的小新闻 比如说4A 火炬之光要登陆主机 不错 火炬之光真的好玩 真的好玩 比如天空城就要出一个皇家版 而且天空城就调价了 对 价格再下调 对 而且SNK要给世魂出一个小合集 这几个都是今年秋天预计要推出的 这个是一个叫New Geo的合集 我还挺想买一下 因为 但是有点恨 我之前在NS上单买了一个听早降临 因为其实 我以前我还挺喜欢玩世魂的 我不太喜欢玩SNK的其他的几个动作游戏 其中的龙虎之拳和世魂 是我还真的玩的 龙虎之拳很早就不再出了 世魂还算一直出了挺多 但我也是一直玩到听早降临 他这里包括就是世魂的1 然后真世魂 然后斩虹狼龙双剑 听早降临 还有两个版本的世魂0 但世魂0我就没玩了 如果我可能到时候出了 我可能会收一个 然后马朔奥运会公布了 这次是东京 跟奥运会来的游戏 听就不懂 东京奥运会 一说东京奥运会 我觉得前段时间在推特上 在微博上看什么的 因为马上开奥运会了 所以东京现在 它有很多的变化 比如说以前 比如说有一个痛车的活动 是在台厂那边 本来是租这个场地 然后每年会举办 但是明年就不能办了 为什么 因为奥运会要征用这块地方 然后比如说以前 以前在秋月园书泉 旁边有一个室外西烟区域 埋着河那块 由于奥运会的原因 这个西烟区域被取消了 没道理 那是挺脏的 实话实说 原来那个地方 其实去过的人都知道 就显得特别脏了 那个侧头也特别脏 对 然后现在 我从来没在日本 见过那样的 是真的很脏 然后现在它就统一清理了 因为那个地方也是挺 日本挺著名核心的地方 那个确实挺影响光感 但是每天早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上班人 从那路过的时候 都会在那儿吸一支烟 当然现在没了 现在没有这个地方了 那只能走着吸了 但现在天区路上浸烟了 风浪 虽然你抽也没人敢 也没人敢说你什么 但是不好 这个事情 日本人是不会当面说你的 他只会报警 所以你吸的时候 一定要走快点 不像中国人 就是说当面支持你 日本人看见你 做一些违反规则的事情 他会偷偷举报你 就是去报 就是通报什么 管理人员 他不会当面跟你说 很孙子 没事 但是秋月圆 还有一些其他的吸烟场所 有的室内的一些 小店什么的可以吸 接级厅里 可以去这个 Super Potato的楼顶 就可以吸烟 然后唐吉和德的楼上 也可以吸烟 唐吉和德上不可以吗 真不知道 因为唐吉和德楼上 是街厅 然后街厅 有一层是可以吸烟的 果然还是去街厅厅 然后缺原 在后街那边 有一个公园 公园边上有一个 室外的小屋 那个小屋是吸烟的 门清漏吧 反正缺原附近的 吸烟区已经被我给 摸透了 还有一个是日本新年号 令和 令和 对 来自这个万叶集 从万叶集里选 挺好听的 令和还不错 他习惯就好了 对 你个号这个东西 对 是 然后那么 新闻是这些了 然后可以 来到这个 最近玩什么环节 大家有什么想 速说一下这游戏吗 也不是速说 那我先说一特无聊 速说一下 我买的是那个 重返阿卡姆合集 我还没鸟说 沙滩排球 那也不算 那不算 那已经 已经借人了 然后这个重返阿卡姆 其实就是 俩游戏 一个是 都是上时代的 一个是 阿卡姆风人院 另外一个是 阿卡姆城 这俩游戏 之前我都玩过 也都打通了 然后这次是 为什么买呢 是因为 蝙蝠夹是几十周年 它有一打折 然后等于这俩游戏 其实合神币 大概六十多块钱 然后就买了 X万版的 然后还有一 很重要原因 就是你不玩 全球封锁了 你都当狼人家了 然后马上要回归了 因为潮汐盆地 要上线 对 世界我要开了 爽 爽 然后正好我 昨天阿卡姆风人院 也玩通了 然后这俩游戏 我通过两遍 然后阿卡姆城 我通过三遍 然后其实好多地儿 已经是难受于心了 都知道哪是哪 哪会吓到你 或者哪又藏什么东西 之类的 大家心里有数 这次玩完 就是实在没得干了 然后才买这个玩的 对 因为之前 但游戏做的还是不错的 对 我觉得 是挺好的 就是这个系列的边框游戏 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 而且每一部的 就从一到二 能看出明显在动作上 还有些设计 就是有时候你 你走会被卡住 他一个细节方面 还有这个钩索 一些按键配置方面 都有不错的改进 而且以前钩索是 很少能用在战斗中 然后他现在这个 就成的钩索 是你用在战斗中 能把人瞪过来 然后而且能有一个 追加的 把人瞪过来 然后拿这个 你边陆下建硕的肌肉 把它打倒 这么一个动作 就是他加了好多连贯的动作 再加上好多新的角色 猫女什么业役 哈利坤复仇 当然用的不是哈利坤 然后哈利坤复仇 其实讲了蝙蝠侠的故事 这很奇怪 然后还有什么 对皮肤 他这次反正全DLC 然后你第一次进这游戏 然后退出来 然后你再进去的时候 就打完序章 打完序章 你穿这件衣服之后 在阿康姆城里边 再进去 你就可以选皮肤了 然后就选的是92版 别不想想 那卡通形象的 他做了一个3D的皮肤 据喜欢那个 然后现在拿那个玩 但那个感觉 就完全是一套皮衣 就是不是那种 特橡胶的质量 对 用一橡胶仁去打 就不是后来那种 感觉有些机械设计在里边 对 这种 挺喜欢92动画 所以当时也是买这个 而且那猫女 也在这一部里边 也有这个 卡通92版里边 那个皮肤 回头打猫女章节之后 可以再让他换一顺 我最近玩就是这个 可以 42玩什么了 我最近就是说 因为 因为只狼实在 对精神压力有大 然后我就穿插着 就是玩一些 对精神压力 就完全没有精神压力 就能够放松了 对 比如说Wordframe 看我说了 就回去刷一刷 因为我重新把这个 小丑Prime的假 做完了 然后刷一刷 这些就不说了 然后还有 还有几个别的刷游戏 其中一个是Green Dawn 我之前没提 这个Green Dawn 这个被遗忘的众神 的扩展包上线了 加了很多东西 但是其实我还没有玩到 因为我原来那个档 等级还 流程还没刷到 Green Dawn 实在是好玩 好玩爆了 就是如果你把 装备驱动的游戏 按时代分 就是暗黑三 不就已经不是 暗黑二 那个Build的机制了 Build的和技能机制 但是Green Dawn 还是暗黑二 那个感觉 就是挺繁琐的 就是相对来 有点繁琐的天赋树 然后再加上 它那个星座 那个属性机制 然后再加上 它传统的物品栏 那些模式 就玩 还有那个手感 玩起来非常棒 然后特别爽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游戏的 中文文本支持的非常差 虽然有关上中文 但是有些地方有毛病 所以我只能切回英文玩 挺蛋疼的 但是还是很好玩 好 另外一个是 再说到暗黑二 对 我最近搞了一个 暗黑坏神二的Mode 叫做Medium 或者然后 国内叫摩电 摩电Mode 这个Mode太牛逼了 真的太牛逼了 不知道怎么形容 因为它最近有一次更新 就是摩电Sigma XL 这个版本更新完之后 算是全面支持高清 然后什么这些 我靠 这个版本就是把暗黑二 就是以前那个 我们不只能说暗黑这个游戏 这个不满级 或者说不到一个等级 或者不刷完 不进福文之语 就没开始 这个游戏就是一步到位 你知道 让你从那个最high 直接endgame 对 从endgame开始玩 你的就是重新做的技能系统 然后重新做的那些技能的效果 就是你从一开始玩 那个第一个阿卡拉给你的任务 进那个洞穴里 你就是那种技能横飞的那种怪也很强 你也很强的一个模式 实在是太爽了 大家如果真的喜欢 还喜欢暗黑二 然后每年都会刷一刷的话 请大家按上这个mode 还有官方的中文 可以 一定要爽一下 真是好玩爆了 行 龙马有吗 近期游玩游戏 比如说你的激战T 我昨天晚上才买 因为不是说要放假了 其实我没有价格放 我的出差 然后明天就走了 但是出差的话 其实有的是跟放假的需求是一样的 你需要在路途上消磨一下时间 最近也没什么日剧好看 因为我这期唯一在追的剧就是Goodwife 前一阵子已经完结了 大家看一下 日本版的奥古天妻 比想过有想象中的好非常多 非常值得一看 而且都是 但我不知道年轻人会不会喜欢 平均出演 主要角色年龄应该在35岁以上 是一个 那不是更好 而且这个剧突出一个就是 老银逼大乱斗 看谁更阴 就这么一个剧 然后夫妻两个都是老银逼互相斗 然后同时间都是老银逼互相斗 然后看着一个最阎光的人 其实最大的老银逼 他们那水也不好 对 老互相斗 喜欢这种 日式那种阴谋的一环扣一环的那种 可以考虑看一下 我觉得适合所有男性女性观众 然后女孩的话 我推荐看一个叫什么 谁演的 就是特像女流的 你注意 对不起 那是一个纯女性向的一个剧 后来回头回头在时间转让我加那个剧的名字 我忘了 就叫什么 就是丑闻专业律师 好像大概是这么个名字 就专门 他们是一个律师事务所 但是专门负责做危机公关 然后这里面涉及到日本社会中各种不同身份 不同女性能面倒的问题 有的是家庭主妇 有的是女的艺术家 有的是女性的女强人 就各种各样的女性 然后在日本社会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他在这里面 就是帮助女性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其实那里还隐含着一条 跟政治相关的反贪腐的一个故事 不是特别好看 但是我觉得很适合女性观众 因为主要的三个主 全部都是他们的事务所里 就是主干事的就三个女的 然后还有一个长得帅的一个男的 号称哈佛毕业 脑子跟圈根弦一样 然后复合在里边 就是做一个小鲜肉的那样一个角色 所以你看这个配置 就是完全是给女性看的 新捉鬼敢死队的感觉 我突然想到 有点这个意思 最近这一季看了这两个剧 可以大家推荐一下 我最近说起剧 我最近下了一套 这个Ceal 海报 海报推队 看了一下 你把偷鸡队带上 只有海报 纪录片似的 对 这真好看 主要是战这个枪战场面 特别短 但是把这个编排和这个执行 都排得特别好 不过我最近发现 就这种特种部队题材 怎么就是家常里短 都没那么多 就是我感觉好像是这个 情感线都要丰富一点 对家庭这个伦理剧的 不比重特别大 而且感觉远超其他类型的剧种 反倒是这个军事片 特别多 战时间 各种奇妙的家庭剧 可能是为了表现军人人文的一面 军人也是人 对 但是这个片子特别牛逼的 就是这些非常真实的事件 因为可能在现在来看 反恐大环境下的那种特种行动 没有什么激烈的交火 追打叮光的环境 其实没有那些东西 只有强细缜密的布置和侦查 事先侦查 然后还有基于老兵直觉的现场的反应 我觉得非常好看 确实非常好看 好 我这周好像 我之前是一直在打只狼 终于开启了二周目 但是到二周目之后就很累 就不想来打了 二周目多轻松 是吗 那说明你一周目没好好打 我们就一周目进行走 你不是一周目全收集了 可不二周目进行 二周目就简直就是简单难度 太好了 太好了 对 然后把这个只狼放下之后 就回去去打无辱之力二了 对 然后就自己刷一刷什么的 感觉这个游戏 就放到现在来说 它作为一个刷游戏 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节奏等等 一些设计 我觉得都还是很不错的 对 然后其他的好像也没干什么太多事情 我推荐你买一个激战T 你以前玩激战吗 我玩过GVA上的激战 对 真的挺好的 因为我虽然我刚买才玩了几贯 就到今天上午 然后感觉就是之前录高达那个节目 听大爸案例我 然后就买了 这个剧情特别逗 就是这个激战 不是说这个机身 就是很热血 罗伯特 不想放大招什么的 然后这回这个主角 这个就是节目里说 我是个社畜 就是其他人的说特别热血 什么世界危急的 他想的就是早上九点上班 然后晚上五点下班 然后有一个人要跟他说个秘密 他跟他一起 同事 有一个秘密 我有个难言之意 要跟你说 他说我知道 你放心 咱们公司过了六点 都有加班上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事 那十点之后 有深夜加班上 特别现实题材的一个 一个超级机器人的这个东西 感觉还挺有意思 然后他有一个什么芯片什么的 他有一个就是装备 给机器 可以装备强化装置 他那个装置叫什么 社员的心得 好多条 要干嘛 这么留意 可以 然后要急的是说什么 赶紧赶紧的 时间就是今天 没有时间浪费 自放自气 风格很有意思 然后机设什么的 我觉得都挺好的 主要这次 男主角那个机体 也挺着我心 两个主角 既然都是真实戏 这个挺少见的 而且这回有星影牛仔 让我很惊讶 是吧 但我看过这些视频 感觉星影牛仔还挺怪的 是 就是加入了 他Spike的飞机 舰鱼号 飞机 确实好像跟别的 大鹤也在 大鹤也有 这代在都不知道 好像有 我不太清楚了 我记得好像是有 但感觉星影牛仔 和其他这作品 好像确实不是 同一种风格 就是这些 这些 他的飞机和别的机器人 放一起 感觉就有点出戏 你也没太见 他那飞机怎么打什么的 对 他最大的招 就是飞机上面出一炮 最大的招 还挺有意思 因为我前一阵 查武库舰资料 然后发现 全球狂潮 加入过机站什么 最近还有吗 不是 我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查的时候 这一代不记得 都是老的 之前有 就不知道是哪个来着 我等于说出来 就觉得特好 我知道 潜艇吗 加入过吧 好像 对 肯定是加入过 因为我查过旧版的 但是我不知道最近 有没有了 之前连那个什么都 什么宝石 蓝宝石 蓝宝石之谜 对啊 那都加入了 什么宝石 还两万里 对 还两万里都加入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是基站 加不了的 对 就只要是有这种机械设计的 石龙宝石都有 行 然后这是最近玩什么 我觉得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就这个假机这一天 大家准备干些什么 因为马上 这个电影那边 比如说这个沙赞 小飞向 很爱 对 沙赞和小飞向 小飞向 什么片子 是的 我也很想知道 沙赞 然后包括之后 马上复联 4月24号 对就上了 马上4月份 其实也很充实 对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 特别想干的事情 天数有吗 全境风死我 其实我也想说全境风死我 因为潮溪盆地上之后 世界五开放 然后大家又可以继续刷装备 世界五是不是暗机能多掉点 世界四刷不出来 是 现在不知道 我为什么感觉想玩 全境风索那个劲过去了 不会的 我跟你说 前上个月想玩 那个冲动也完全不在 你这个冲动 对于装轻的游戏 就不太科学 这类游戏 就是拿来遛这个份的 所以说开了 赶紧回去刷 其实我比较注重团队协作 刷什么的 能不能出好东西 其实我倒不太在意 主要是跟大家一块玩 玩那种很战术的那种 对 结果四个人的团队里 三个人都叛逃 就剩我一个 毫无战术 对 是上上个周四 当晚直接原地解散 他说你那只狼解锁没有 说我这进不去 最开始不是有一些问题吗 他说出于补丁 我让我没话说了 我还得听 因为当时我 大家其实还在游戏里 然后我又没法直接 聊跳走人 说那咱们两周后见 或者什么的 也没法这么说 然后就听他们那聊只狼 聊了半天 但是不是最后下年之前 大家还合了一张影 对 不过这个 马兵的合影 对 这个游戏 就是咱们内部经常是把这个合影 作为这个解散的前兆 所以不是什么吉利的事 像之前 玩复杂 去年的十一假七 咱们的五人合照 对不对 然后再也没有了 对 那是凑人最齐的一次 结果再也没玩过 没错 可以 太惨了 但是全线封锁开了 确实因为我现在只狼 可能就放这不打 就看一看视频什么 昨天看了一个 俄罗斯的玩家 36分钟通关 我真是震惊 是吧 犹豫 你就是犹豫了 我真是震惊了 就是它的各种 新记录是吗 走法 对 是新的记录 比方人家跟我说 说当天就被破了 但是它能存在 超过24小时 已经很不容易了 反正不停有新打法 我就很快就会突破半小时了 30分钟一里 而且我很好奇 就是到时候到GDQ的时候 看一看 非常精彩的 只狼俗 大家可以去Nixby Run那网站看 现在参与促通的游戏 玩家人数最多的游戏 是双卫G2 它项目显示有多少个 玩家上传了自己的成绩 双卫G2竟然有340多个 玩家上传过 他的速通成绩 然后只狼的话 也算是玩的比较 新游戏里玩的比较多的 但像鬼戏那种 我还跟羽毛聊过 门槛比较高 现在基本上就没有新的人玩了 就那几个人 有几个榜就只有一个人 我看有一个是哪个难度的速通 就羽毛一个人打 都没有别人传这个成绩 就是可能比较难 然后只狼的话 可能就相对大众化一点 大家都可以 练个挑战一下 像我昨天晚上是四周末刚开 我是大概十点多 快十点半了才玩 玩到大概一点多 我就打到原汁工了 那可以 这游戏就是这样的 当你熟悉了之后 它就是有一种 见见老朋友的感觉 可以 反正我现在属于 完全不讨课 挨个儿魔 反正我也不着急 一三之后能打完这游戏就行 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发现我打法 可能确实有点耗心血 我不能连着打 我确实不能连着打 而且鬼气这游戏速通难度 可能是不是在于 因为它强制你是 一关一关这样打的 对 然后包括就比如说 你每一关可能还要退出来 到彩蛋 然后再进入 像你录的有些关卡 你要想速通的话 首先你要一个基础的东西 就是红刀 要特别 特别溜 比方说说 要是如果没有玩鬼气的人 这得练半个月 所以这个速通的成本就有点高 不光是要练路线 练一些特殊的那些什么 跳bug什么的 就是这个游戏基础 这些东西就有一定门槛 所以就玩的就相对少 像生化这种修剪游戏 是吧 大家都愿意尝试一下 对吧 反正我昨天看 《智狼内》 我真是震惊了 就我看这个视频 然后之后 他不是一般速通 都会有这个时间表 自己列一个 对 在什么时候 然后我看 到这个时候要 干嘛 对 就要去打谁什么的 然后之后我看 这儿一个boss行 然后之后 我先切到别地 然后我搬了一会儿工 我可能刚打了 那么十个字 然后跟别人 然后跟别人说了一句话 然后切回来之后 就打完了 就根本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对 你不觉得这个游戏 从到这个阶段 就特别周周 是吧 那边显一张说 人是有极限的 我不过人了 然后玩家告诉你 这是人类的赞哥 你知道吗 对 差不多是这种 真的是很厉害 他我在玩打学 他竟然坐死了一把 就感觉打学 我他妈这样要喝血 我就不喝 我还会太丢人了 然后就死了一把 然后我看 好像现在那个mode 很容易做mode 可以把这个之狼 那个模型替换 替换成永真 替换成谁 对 大家挺有意思 你官方不出这种 换话功能 玩家自然不做mode 做的很糙 所以我觉得 这种功能 其实可以加入 然后42打算干什么 当然快乐踏青 我来办公室踏青 踏青 你办公室长毛了 是吗 有录节目 这是其中的一个 然后别的 接着打之狼 刚才说了 就是有很空 很长时间空间 就可以打 因为我可能会一口气 磨八个小时 可能磨一个boss 会这种 别的再又是 warframe刷呀刷呀 躺在世界玩 我现在躺在世界 每天打十场 然后睡觉 我一天有张纸上写正字 每天晚上写两个正字 然后睡觉 对自己的要求 对 就打到这 我发现我这么 实际上打 我居然亚服才打了 600多场 太少了 实际上太少了 所以就 前两周 那个新闻也忘说了 唐克什要出 瑞典的中产线 就是瑞典的中产线 也有 就是它那个工程模式 它能把那个车体 排起来 那工程模式 真的很神奇 很神奇 反正就是 唐克什叶这游戏也是玩得挺 而且我突然觉得 就是打完只狼之后 这个扫出了 扫出了我玩唐克什叶 那种阴霾的情绪 其实我后来想 这不就是那个 是吧 就是节奏 节奏拉长的只狼 就是练 一开始跟傻逼一样 半30秒开始就被爆了 思考 是吧 然后练习 再思考 再练习 多大的事 慢慢练 是 在别的游戏里 遇到错误的时候 在想想之狼 觉得这根本都不算什么事 这个游戏真的在 在另一种层面上 跟过晃不一样 确实很改变我 看了很多困难的想法 所以这个游戏对我来说 很不一样 很重要 很重要 可以 龙马就是出差 是吧 我帝上踢好好玩 前几关确实成功的 让我觉得这个卖对了 找到一条基本新路 就太贵了 大把狂虎油 我一定要买日本版 然后就买了个日文的数字版 和人民币500多 好像说中文版翻译的不是很好 我也是这么听说的 但我感觉这种社畜的这种 这种方法 确实很难用中文表达 里面那些 语气的那些感觉 骚得很 行 然后我昨天是 我昨天回家之后上steam 然后我久违的看了看我的游戏库 然后惊讶的发现 就有好多游戏 我好像从来没听说过 但是它就在我的库里 是吧 有些游戏确实碰着就送了一个 明运事件 就是我好像根本没听说过这个游戏 然后我根本不记得什么时候买的 这我只好都能记住 然后它就在我的库里 然后我也从来没下载过 我总是记 我经常是记不住 我没玩它的原因 但是我记得我买了 所以我准备这个假期 就是把那些从来没听说的游戏 都下下来 然后都体验一下 就是我跟你说 有些游戏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游戏可能之前卖了 然后中间出过什么事 或者有什么活动 然后就送你一个 就直接进入库了 你也没看那个新闻 有可能 对 然后就给了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是 反正是我发现 我库里有很多 我至今都没玩过的游戏 对 我觉得还是应该 扫荡一遍 看一看 成型推荐 这个语中冒险2 非常好玩 对 我看现在这个好评度 非常值得 超级好 而且这个进入3D之后 战斗压力比之前大了 但是装备刷起来的 这个爽快感 也是以前这个2D的 那个语中冒险1 完全没法比的 非常非常贵 那都非常非常贵 这个畅快的感觉 满屏都是东西 然后打的那么长的位数 把它全秒了 爽得要死 还能四人连击 游戏之前 你不说看着不太行吗 是 就是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在一年前吧 还是一年半之前 我看过一个内部演示的 我靠怎么能做成这个 等下 这个还是语中冒险 结果一玩 还是那个劲特好 特别好 行 那这个大家分享了一下 然后听到节目的朋友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说一说 你准备假期干些什么 玩些什么游戏 看些什么电影 或者出门去哪玩 什么之类的 对 给大家分享一下 行 那这期节目差不多 到这 最后再来个广告 请 这个鸡尔铺 这个双电包绿色补货了 爽了 大家喜欢的可以去买 还有刚才说的 再说一句 How Tice那几个 就是Cosbaby 不是4月8号 那个系列都是结单 4月8号 然后另外刚才提到两款 是灭霸和这个MK50的钢铁侠 就是在这个第四 弗洛联盟4终局之战里边 这形象 这两个现在也是可以在咱们店预定 然后比较有保证是不会被砍单 就是这意思 所以喜欢的话 各位还是可以来这预定一下 入手 对 赶紧入手 这个过时不后 心动不如行动 对 过这村就没这店 对 反正是这样 那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新闻节目 我现在这个心情只想赶紧放假 根本不想录这个节目 把机器关了 对 但是没办法 还是想跟你们说一下这周发生的事情 还有假期干些什么 对 所以请大家积极的在评论区里评论一下 你的假期规划是什么样 好 那么咱们就下期游戏新闻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